联想Zoom Pro 855版深度评测 12月18日下午 联想Zoom Pro 855版正式发布了 作为首款搭载小龙855的手机 大家对此关注度也非常高 高配低价的卖点 相比吸引了很多小购物机的用户了 下面为大家带来这款手册全方位测评 为大家构计做一个基本参考 外观方面 联想Zoom Pro 855版大体承接了前代产品 依旧是华盖设计6.36英寸三星MLED屏幕 2.07毫米 2.07毫米左右最窄边框 屏占比高达95.06% 也是目前市面上屏占比最高的手机 同时支持目前流行的屏幕指纹识别 和面部识别技术 一点都不影响手机外观 在机身背面 联想Zoom Pro 855版则加入了类似于凯普拉文的纹理设计 整机红黑搭配 质感较之前纯黑色 显得通加高级 唯一不足的就是滑盖设计 让中方越显厚重 联想Zoom Pro 855后置2400万像素加1600万像素 所谓AI后置主射降低 支持逆光AI超画质和 夜景AI超画质 视频AI超画质 搭载有1.81毫米 四合一超大像素 高感光成像联电 有效加强了 相应在暗光环境下的成像能力 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 都能在夜晚更为清晰的呈现 前置上头也是 恋爱双射 像素分别为1600万加800万 前置上头隐藏在滑盖上面 今天一发就可开始自拍了 理想Zoom Pro 855版搭载后置2400万像素 四合一加1600万像素 呈索尼AI后置 双主射相机 支持逆光AI超画质 加夜景AI超画质 加视频AI超画质 搭载有1.8毫米 超大感光成像传感器 有效加强 相机在暗光环境下的成像能力 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 都能够在夜晚更加清晰的呈现 前置上头也是配备的AI双射 像素分别为1600万加800万 前置上头隐藏在滑盖上面 今天一滑即可开启自拍 根据知名跑分软件安兔组测试结果得出 理想Zoom Pro 855版跑分高达 三十七万一千九百零几分直接超越 iPhone XS未居防守 理想Zoom Pro 855版搭载 骁龙855处理器 作为高通最新一代的处理器 果然是明明虚传的 无论是整体性能功耗 还是在AI方面的表现 都较上一代芯片有了极大的提升 基于7纳米故意支撑 骁龙855CPU主品高达2.84G赫兹 相比骁龙845CPU提升45% GPU性能提升20% AI性能提升两倍功耗降低20% 一款手机运行是否流畅 除了处理器这个决定性因素之外 手机内存也起着重要作用 联想Zoom Pro 855版 最高配备12GB大运存 加上512GB超大存储控电 非常硬核的内存配置 经过测试 联想Zoom Pro 855版 同时打开50个手机APP 都不会觉得卡顿 联想Zoom Pro 855版 内置一块3340mAh电池 这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电池配置了 在智能变频省电的辅助之下 智能判断用户对消息 及时性的关注度和手机的使用频率 白天关注度高 则唤醒确保及时收到信息 进行智能省电 晚上关注地则尽量不唤醒手机 进行深度的省电 虽然配置很高端 价格却很清明 在售价方面 6GB加128GB 售价是2699 8GB加128GB 2998元 8GB加2.6GB是3398元 12GB加512GB是4398元 作为搭载骁龙85处理器的手机 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良心了 对于手机性能比较看伤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款手机哦 组结 我们知道大部分搭载骁龙845手机的 大部分搭载骁龙845处理器的手机 售价至少要3000起 而作为搭载高通 新一代处理器的骁龙85 联想Z5 Pro的售价是26998元 这个价格就非常让人心动了 当然 这款手机 在别的方面 相对来说 不是很让人满意 比如外观方面 由于是滑盖设计 机身也比较厚 机身颜色也就明刻可选 机身颜色也比较厚